看看新闻网 就曾是当年熟日表现最强劲的新股 姚老板投资的近70万股市值 也一度超过6000万元 回报率高达37倍 但刹那间的辉煌 还是抵不过探顶之后的大幅缩水 花价37块 曾经到过113块 目前来看我看了一下付钱的话 只有23块 只有这个五分之一了 姚明当初 生价105万股的话 当初过亿 现在只有2000多万缩水 我觉得缩水蛮厉害的 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李嘉欣身上 当初李嘉欣因为亲信了朋友的推荐 让直线下跌的股市 吞噬了多年积攒的血汗钱 有朋友介绍 但是介绍的股票现在都跌的 我都不想去看那个价位了 大概占全部财产的六成左右 股票高收益的同时 也有一定的高风险 俗话说 钱财乃生外之物 就算是在股市中亏得血本无归 也要将心态放正 毕竟生活还得继续 在这一点上 演员蔚来有着深刻的理解 2010年年初 蔚来因为炒股 亏损800万而选择轻生 如今蔚来已经走出了 炒股失利的阴霾 继续自己的生活 可能就像就好像今天提到这个事了 我可能会去看一看 然后因为平时工作也挺忙的 所以也没有花太多心思 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随遇而安吧 也别想太多 我可能会去看一看 我可能会去看一看 我可能会去看一看